好,我们继续来看增删改查 其实上节课在基础用法里 我们说了,我们说的其实是查 是吧,那这节课说的主要是增删改 好,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把这个方法改一下吧 这个方法名改成 比如说userTest,我们改成userRead 是吧,这个是查,是吧 那我们把在Rows里头也改一下吧 user怎么样 read,是吧,userRead 好,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增呢 如果想新增一条记录,怎么增呢 我们造一个方法 造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userApp 是吧 userApp 好,它专门是 专门用了增加用户 是吧,我们说this 只要你一使用this呢 它马上就可以 用这个作为一个模板 它就像一张蓝图一样 作为一个模板 是吧 那你说this 是吧 说 username 是吧 username 用户名 username等于什么呢 user1吧 user1 username等于user1 那this的是吧 年龄是吧 this h等于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 40 40 然后那我们直接可以怎样 最后调一个方法叫save 就可以了 是吧 this save 就可以了 那我们试一下 在rout里头 这个其中我们不用 我们不用删底下这个 是吧 userRead 因为我们在插入之后 我们马上可以去看一下插入的这个结果 是吧 user 好 user 用一个什么呢 叫做userAd user 我们只要一叫userAd 那这个userAd的方法呢 它就会添加一个用户 名字叫user1 是吧 名字叫user1 那个 它的年龄呢 它叫40 是吧 那最后它保存 保存了之后 底下这里会有一个userRead的方法 是吧 然后就会把所有数据库里 所有的用户 打印出来给大家看 是吧 好 我们试一下 好 它说 column not found 说是 未找到这一列 是吧 unknown column update at infield list 那它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Laravel这个框架呢 它会 它会自己去 它默认 是 是认为 你的数据库中的 每一张表 它是默认存在一个字段 叫 更新时间和创建时间 那现在我们这个数据表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段 是吧 那怎么办呢 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关闭它 直接不让它去检查 直接不让它去跟动这两个字段 有没有 你别管 是吧 就是这样 第二种办法就是咱们自己去建那两个字段 那好 我们先先看一下 当然建那两个字段就变成了数据库的内容了 是吧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Lara 我们看一下 那要怎么 开关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 必须得是Public 是吧 公开公共的一个 Public 叫做什么呢 Timestamp 时间戳 注意是附属啊 Timestamp 然后这个地方用一个false 就关掉了 它默认为处 是吧 默认为处 它是打开的 那我们现在关掉它 不用 不要让它检查 什么开始时间 创建时间和更新时间都不要 好 这下我们看一下 好 刷新 刷新 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呢 user user add 对了 那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反应的原因 是我们在这里用了一个fire的 条件语句 是吧 说是 把所有ID小语3的用户 打印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条件语句全部去掉 就让它返回所有的用户 是吧 直接可以用get 是吧 直接用get的方法 或者说all all方法都可以 是吧 可以用get 它会默认返回所有的用户 刷新一下 看一下 我们是从第几个用户呢 从这个用户 是吧 从ID为6的这个用户开始加 你看user1 user1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刷新了 刷新了三遍 是吧 所以它就添加了三遍 那么再刷新一遍 大家会发现 你看userID变久了 再刷新肯定是10 往下发 10对吧 当然现在是死的 是吧 我们写死到程序里 所以它添加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概念就是这样的 那你看 它的语法就非常简洁 是吧 非常优雅 this username 非常清楚 this是什么 它就是这个类 是吧 user这个类 它就当前一个user摸板 一个username等于这个 然后thisage等于这个 然后最后保存一个save 就是非常语义化 那还有一种其他方法 还有别的方法是一次性 比如说你有一个用户 本来就有这样一个数据 比如说你是提交表单过来的 对吧 那这个表单本身 它是最后可以转化成数组 是吧 它是一个数组 我们说 比如说有个东西叫user data吧 user data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数组 数组里头说是user 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比如说user2 是吧 比如说user2 想名字太辛苦了 不想了 是吧 age age 比如说age等于什么 30是吧 年龄30岁 好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数组 我们不想说每次比如说 this指定一个user name 等于这个thisage 我们不想 我们就说 直接把数组能不能传进去 然后让它保存 可以 没有问题 它也有这样的方法 就给你 是吧 说是fill 把这个东西给填充了 用什么填充呢 就用这个user data 是吧 user data 是吧 用user data 然后最后再save 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下 刷新一下 大家也知道了 刷新 现在user id是12 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13是吧 你看到username变成user userage变成30 再刷新 14还是一样的 user username等于user 年龄30是吧 这就是它非常灵活的一个地方 对吧 你怎么都行 它总有一款适合你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user add 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叫增是吧 那这个叫什么x是吧 然后这个顺序可能不对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是吧 好 那我们再说改吧 是吧 public function 是吧 change 更新吧 update user 是吧 update user 那好 我们挑一个user出来 更新 那怎么挑呢 咱们咱们上节课其实说过是吧 怎么选择一个用户呢 我们可以通过id也可以通过这个条件语句来选择是吧 所以直接说this find找谁啊找谁啊 说idid多少id多少 你看他直接可以在这里传一个id比如说2比如说3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用户 第五个用户吧 就我们刚才添的第14个id为14的我们刚才添的这个用户添加的用户哈 他的用户名是user2 age是30 是吧 找到这个用户 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到什么 把这个存到一个变量里头叫什么user是吧 好吧就叫user 那这个user 这个user我们可以说这次改他的名字怎么改呢 就可以直接说他的username username等于 比如说是吧 老白老 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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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是一样啊user save 是吧 非常非常简洁的一个语法是吧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参数 比如说我们再更新一下年龄也行啊 age是吧 age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80是吧 好保存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root里头把这个东西给他 这次变成什么user不要add是吧 update 刷新 嗯 大家他报了一筹说什么 cult undefined method 他说没有这样一个方法是吧 叫user update 那肯定是我们敲错了是吧 user update 好像没有错这里呢 啊 我们这里叫updateuser是吧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方法名应该叫user update 刚好是敲反了 啊 我们看一下第14个用户 你看他的username变成老白是吧 他年龄变成80是吧 好 这是一个更新 那更新除了这个办法呢 还有别的办法 他有一个有一种叫批量更新 你比如说 呃 比如说把所有用户为女的全都 性别为女的全都变成男的啊 男的全都变成女的是吧 或者说是有别的一些 比如说年龄多少以上的归为什么 某一类给他添加某一个 啊 把某一个字段给他更新了 年龄小语这个值得给他更新了 是吧 更新另一个字段 这样都可以 那我们试一下 这我们现在这个表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用户名和年龄是吧 就两个字段 试一下 啊 我们说 那user这次不等于这个this find 我们等于什么呢 我们等于 this 用一个where语句吧 where where怎样呢 user 我们说age age 我们说age 怎么样 小语多少岁 小语 比如说 小语 不 我们就用user id吧 好吧 因为那个age 现在还是分散的 不是很很均匀 所以说有些用户有可能选不到 user id 小语 小语 小语8吧 小语8吧 小语8的用户 我们说把他们的用户名全部改成什么呢 改成 大白 是吧 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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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user age改成多少呢 比如说就改成50吧 好 user user age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user 我们这里不应该用user的 是吧 我们这里应该给他换个名字叫users 是吧 应该用复数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集合 它不再是某一个用户了 是吧 它因为它是一个条件语句 条件语句选出来的用户 它就是有可能是多个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要用一个复数 好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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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说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update 就叫更新 然后这个更新里头 我们可以传username 是吧 username 大版 还有啥 h是吧 年龄 年龄能多少 比如说60怎么样 好 然后还是那样 user save 是吧 好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别急 我们看一下条件语句是什么来着 是 user id 小语8的是吧 才更新 其他的都不更新 我们看一下 user update 没有错 user read 也没有问题 好我们刷新 跑错了 他说 未定义 又未定义 这个又未定义 肯定是我们的名字 瞧错了是吧 user update user update 没有问题 对 我记错了 因为这一个update方法 它直接就自带一个save的更新 功能 自带保存功能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 去去去去 挑一个save save是 仅仅是用在一个实例上 才可以用save 在一个集合里是不能用save的 我我忘记这一点 好 这个直接会更新 所以我们把最后一行删掉就可以了 user id等于1 你看到8 它全部更更新成什么大白了 是吧 大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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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看完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我给一个注释吧 这个叫改是吧 增山改 那就改吧 格埃改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删是吧 那我们得能增 那不能删的就很麻烦是吧 删 那就delete user是吧 delete user 我们想删一个用户 叫用户等于什么呢 等于this 直接fine 找找谁啊 找一个id为几啊 比如我们看谁不顺眼看一下 老白吧 14是吧 14 fine 14 然后 直接直接用 user 用 然后delete 是吧 delete 就可以了 user delete 刷新 哎我们别急 我们还没有叫这个方法呢 是吧 user delete 就可以了 userdelete 是吧 刷新 看一下 我们发现 userid为14的 它不见了 是吧 那这个就是这个增山改叉 user read 那个 呃 其实最复杂的 其实就是一个 和改 是吧 查和改 这两样 可以说是稍微复杂一点 其他的都不是很复杂 尤其是查 最复杂 可以这样说 对吧 因为你需要用到 用到不同的 呃 条件是吧 你要用不同的条件 因为有时候数据量非常大 有时候数据非常复杂 你只需要其中的某一部分 是吧 你要通过 非常复杂的一个条件来 呃 来精确的去选中一组数据 是 比较不容易的 是吧 其他的到问题不大 好 大家下去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 呃 写几个方法 是吧 每一个方法 他 他就只管一件事 是吧 然后那一件事有可能是增 有可能是删 有可能是改 有可能是查 是吧 如果你的项目足够复杂 那最后就变成了 每一个方法 他只有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是 增某一块 他只增某一块 然后就删 删某一块 删删某一块 对 他最后就会复杂 就会 你慢慢会发现 数据量越来越大 业务逻辑越来越复杂 最后那个 每一个方法 能做的事情 总量比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越来越深入 是吧 好 那这节课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